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流头牧师 随着暑假来临 社会重开 弟兄姐妹也逐渐回到教会参加聚会 上个礼拜父亲节 已经有超过800人回来参加聚会 散会之后 大家在生命和广场住足聊天 又有全家福照相 充满无比的欢乐 我真是看见神恢复的恩典 已经降临了 事实上 从这个礼拜天开始 你来到教会 已经不需要再做温度检测 只需要用手机扫描登记即可 非常的方便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回到教会聚会过 让我再次对你说 欢迎回家 在过去15个月当中 虽然因为居家隔离的法令 使得我们无法实体聚集 但感谢神 祂早已经为我们预备 两个很重要的平台 让我们在疫情中 能够继续在社区里面带来影响力 其中一个我们常提到的 就是生命和基金会 在疫情当中 我们的食物发放中心 每个月服务超过一万个 湾区有需要的家庭 我们不但提供新鲜的蔬菜 水果 鸡蛋及肉类 更与Costco商家合作 提供各种家庭用品 这些爱心服务的行动 都已经从社区以及政府 得到许多正面的回应 另外一个神所给我们的平台 就是YouChannel 优势电视台 在疫情期间 当人们因为居家隔离 无处可去 心中孤寂的时候 神就借着优势的节目 带给许多人 内心的安慰与力量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网络资讯泛滥的时代 我们看见到处充满 是是而非的信息 常常叫人无所适从 但优势的节目 却能够在这样一个 充满困惑的时代 为人们指出生命的答案 并且指引他们人生的方向 为此我们真的要为优势 而感谢神 我们看见优势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走进社区 走进人群的电视台 不但是积极主动地去采访 并报道社区各样的活动跟消息 在疫情期间 更是实际地用爱心的行动 去帮助许多在社区中 有需要的人群 最近的一个活动 就是邀请民厨 曾文达 Martin Yen来做菜 并且请不同城市的市长 亲自把菜送给城市里面 有需要的人群 我们看见在疫情当中 神的确已经使用优势 成为多人的祝福了 所以一方面 我们真是要为神所给予我们 进入社区的平台来感谢 另一方面 我也邀请你 更多地来关心他们的事工 特别是在这个主日 优势会在生命和广场 摆设一个摊位 来介绍他们的事工 请你务必前去关心 以实际的行动参与 并且奉献支持他们的事工 听说摊位还有好吃的东西 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愿上帝祝福你